八月份吧 三个月 整三月没喝来 那个九重子养不 不养 不养 能喝多少 对人 对什么人喝多少 就是 就是演员特别好的人 谦卑不醉 然后对讨厌的人 一滴就醉 这里有谦卑不醉的吗 我觉得对马瑞 对马瑞可以谦卑不醉 好 好 那这里的谁 会让你滴酒不喝呢 我用眼神可以吗 我是吧 不是 谁 那个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跟他就滴酒不沾呢 因为 因为我看那个往期节目 我觉得他特别爱怼人 其实我最善良了 我老帮助选手 我慢慢聊啊 别急别急 这姑娘很有意思 什么叫资客 资客就是 相当于是迎宾的一种 就是带领客人入位 是这样啊 对 就有点像引导台一样 在迎宾吧 是吗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能喝酒呢 你又不需要陪他们喝酒 你怎么那么能喝呢 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主要是我爸就能喝 你爸能喝 因为我家是 我家以前是开饭店的 我家开了26年饭店 那你在你们家饭店做资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那个 我不是高中就用了一年半 我就完成学业了嘛 完成学业以后 我是跟学校商量的挂的学籍 然后那个高考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说 你回来递交一下资料 要高考 你是天才啊 然后我就去递交资料 然后就考 那你那一年半干嘛去了 一开始是在那个 KTV 然后因为离我家近 然后我就选择了 就是资客这个行业 因为简单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KTV工作呢 你有好大把工作 可以锻炼自己啊 因为我爱玩 各种嗨 各种嗨 对 怎么嗨 来 就是 教教你叔叔啊 怎么嗨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 你就嗨起来了呀 所以是你的性格相对于 还比较感性 是吧 有理性的一面没有 有吧 在工作当中 我不会把我生活中 某些状态去带到 我的工作中 那我们就说上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来到北京 八月份来到北京 家人知识吗 我爸 我爸一开始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我来了北京 只是就是来玩 然后就是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北京这个城市 这么多人向往 然后我就决定 就面试一份工作 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 做电话销售 电销的这个业绩怎么样 因为我们其中有18天 是在那个N部是培训的 然后培训的时候 我成交了一单 然后下部门也就 你的程序排名怎么样吧 跟大家同事比起来怎么 就是中党 中党 对 你怎么来到菲尼莫属 这一个那个就是经纪人 然后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那个 你不是离职了吗 菲尼莫属 这样不是有那个求职节目吗 你们先上去尝试一下 那老问题问一下 你了解这些企业吗 像斯凯勒是做户外的 斯凯勒 对因为我运动这方面 所以说这个户外 我稍稍看了一下 还有呢 然后就是那个银朗 银朗是干什么的 就是文化传媒这一块 什么策划了执行了这些 还有哪一家 德胜 你面试什么工作 人事助理跟行政助理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五千家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是马瑞的企业吗 对 为什么 就是喜欢 因为喜欢老板 所以要去他的企业 那你去干什么呢 什么都能干呀 马瑞交给你了 马瑞交给你了 你要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 你的人身安全我负责 我练过房老鼠 马瑞终于要体育生 不是 是这样子 马瑞 马瑞以后就别来 我很少不好意思的 因为你太主动了 OK 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首先 你两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你的工作履历来讲 你的四段工作经历 你最多的只干了六个月 最少的是干了两个月 以及其实你今天的个性 说实话 你要应聘人事专员跟行政助理 真的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这么多的企业家公司的需求 肖娜 你喜欢马瑞 能不能说一下 你喜欢他的什么 因为你只是说喜欢他 这是一个论点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还是有一二三 只要是他就喜欢 但是你说我们前面录的 你必须要你 你必须要改 真的 我觉得 如果是马瑞 如果马瑞公司不要你的话 你会选择 白白 还是 继续喜欢 对 对 这个问题好 我觉得要是马总一直给我留灯 到最后的话 我会选择马总 那你问他是不是一直留灯吗 你问他 你想听真话假话 真话 不一定 对 为什么呢 其实这样子的 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包括在我公司的 因为我讲一个案例 因为有一个女孩 她非常喜欢我 喜欢到我到任何一个城市 去参加活动 她都会飞过来 我的每条微博 你知道她转发多少条吗 最多的她一个人 可以转一万条 然后我就给了她工作机会 但是进到我公司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 我就要多宠你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 我就要多去包容你 不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了解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两个月之后 我就说 你就继续地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 虽然她现在 依然还非常地喜欢我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她的事情了 但是我尝试 从我自己角度上 我给了她工作机会 可是我发现是害了她的 我喜欢马总 是我喜欢马总 但是如果我在工作上 我不会把我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姑娘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理智 我为什么不想的 因为我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老板公司 我要让她看到我自己有多优秀 我要让她看到 我在她的手底下的培养的情况下 我努力成长到哪一步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去改善了我的生活 而不是说我去了你的公司以后 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然后我又回到了贫困的时候 你很难避免自己为了感情而工作 我觉得喜欢是喜欢 爱是爱 但是很难分得清楚 很难分得清楚 那因为有一个成语叫做情不刺惊 对 很多人情难刺惊的 我倒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我没有说你疯狂到那种程度 但就今天你在第一环节所表现的来看 你说你喜欢她 你却说不出你喜欢她什么 她不是那种说情绪不稳定的女孩 她是那种很活泼的女孩 她没她大大咧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她的性格 还有啊 你说你最大的辞职原因 是因为你想面对面的笑说 可是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所表述的 你离职的原因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认为加班加到九点半 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 不加班必须给出合理理由 没有理由就被辞退 这些你都没有说啊 为什么不说呢 不好意思 你接受加班吗 接受 接受加班的评次 一周大概多少 一周三四次或者是两三次都行 但是我 但是我不觉得 我说从星期一加到星期五 然后星期六星期日都在讲 你觉得会影响你正常的社交吗 这个倒不会影响 那我再接着问个问题 如果你是上加公司人事专员 面对了像你刚才 对加班有抱怨的员工 你会怎么讲 会觉得我说 你是真的对这份工作 就是不接受了 还是你觉得就是如果加班的这个 就是程度在上下协调的程度上 有所协调 会达到你就是跟你的所设想的就是上下 没有浮动的时候 我接受这个工作啊 那么我每天都要有有有约会 我要去跟朋友有喝酒有饭局啊 加班我可能是今天不行 明天也可能也不行 那你喜欢这份工作 那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工作啊 我下班了 喜欢这份工作你就应该接受它的企业文化啊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 如果你如果这如果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不舒适感 或者是你觉得一上就是上完班以后只要一加班你就头疼或者是你觉得厌烦 我觉得你 但我觉得不应该不给我加班费啊 这个你可以申请劳动总裁 上大钥吧 这就往后了他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适合做人事的 这样吧 行政专员和人事专员就别想了 我们感觉你这样的交流方式相对随性 至于活动执行是不是适合做 我们第二轮再考察一下 对于第一轮的出印象去活流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财 你来排一下句好不好 行政人事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吗 第一个是活动执行 那你说一下你做过的活动执行吗 就是那个古典美人摩托大赛那个 你负责什么工作 就是厂内厂外还有厂上厂下的协调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的化妆老师 马瑞老师 他发脾气了 他觉得你们没有安排好现场的氛围 比如说他的化妆间不合适 或者灯光等等 他生气了 他说我不高兴我不想上台了 你怎么协调 马老师要不这样吧 您看就是我 咱们以大局为重 我现在给您就是换您认为合适的化妆间 我现在只要这个化妆间 并且我的化妆间是不可能有其他人出现的 这是我自己的休息室 化妆间 您要这间 行 没问题 比如现在他们都在这儿 小叶在我房间了 对 我不熟 他是一个很小排的人 在这儿待着就不走 对 就不走 对 哼 对 来 所以你看你刚才就露怯了 你说你喜欢他对不对 通常的安排这样的人 对于自己非常了解的这位明星或者是嘉宾 通常知道他的爱好 比如说他喜欢喝什么咖啡 他喜欢干什么 你去弄点他喜欢的东西 让他先消消气 第二再找他的助理或者他的经纪人 来帮忙你去劝书 马上就搞定了 你就没有经验吗 我当时接触的那个策划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当地的那种 就是小策划 肯定不会三四线城市 怎么可能说跟第二线城市的这种大咖 大活动去比 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 其实活动之中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没有人教 没有人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怎么办的时候 你本能的先不怕 然后你本能的相信我能成 然后才能够去把这个事办了 这点特质在年轻孩子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要珍惜的 所以总而言之 我认为这姑娘如果她真的走心的话 她能做好 就关键她是不是很看重这份工作 好不好 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年后辞职时公司一直挽留你的动机 你认为是 一是公司认可我的能力 或者认可我 所以想要挽留我 二是因为年后离职的人确实多 然后应聘的人也多 所以为了维护就是公司的 就是一些正常的运营 或者是这些技术 她会去挽留你 来 这句话的解读 她总体来说还是蛮聪明 她其实的整体分析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比较全面了 这个情商课堂 其实已经有很多选手 你可能是最让台下嘉宾 很难再补充的 我至少我这么看 她其实说的蛮钱 有补充的吗 我也没法补充 她确实说的 情商课堂 主观跟客观都说的很好 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 弹琴不闪感情 来 说一下你的职位 六人游定旅行给你的岗位 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不是销售 而是用我们的知识 去服务我们的用户 去给他们快乐的规划形成 其实我还挺喜欢她的 因为她就是 之前的生活经历 我还挺有感触的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玩 然后我做了一份美工的工作 就是能一边玩 一边赚钱 自己还很享受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